请先看金本 三百六十九年 道素第二行 看钞 熟耳根根 虽善说法 亦朴实寒 心自谢费 敬畏六十相许 习听余闻 瞎随人机 熏陶晨性 故念三宝 这个地方是一段 我们再先看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主要的意思 是说明 熏险 熏险的动摇 接着呢 他举了一个思识 虽善说法 亦朴实寒 这个就是纵然善说 而缺乏长时间的信息 依然是受不到效果 那么这种情形 在目前呢 可以说是 世界上每一个地区 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为什么 学佛会退休 为什么学佛没有成就 原因都在这个地方 在目前这个世界 虽然呢 由于科技的发达 我们物质生活 可以说是 能够满意 但是精神的贫乏 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这个就是 得不到长期的信息 他说一日扑制 时日寒制 这我想 我们每一位同修 都有这个感受 求学 修道 都要继续不断 才能有成就 这是坐几天 停几天 这个效果 很难达到 就从前 李老师在台中讲经 我在台中住了十年 真是 相当的耐心 那个时候 我曾经介绍了两个朋友去 一个是 建如法师 在台中住了三个月 他就跑掉了 他说不行 我们有耐心 一个礼拜 听两次 一个礼拜 李老师讲两次 讲经讲一次 讲古文讲一次 而且每一次 只有一个小时 他虽然讲的两个小时 他由台语翻译 去了一个小时 实际上 一个星期 听经只听 一个小时 一日扑制 七日寒制 没有到十日 七日寒制 所以要想收到 像古时候那样的消息 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另外我介绍一位 惠人法师 现在在香港大雨上 他在那个地方 住了 大概住了五六个月 住了半年 也住不下去 也觉得是 受不了 当然了 这个修学 每一个人都喜欢 这个过程 要匿集 那么我那个时候 告诉他 总是劝他 希望大家 真正拿出 耐心来说 我是一个星期 两次 过文是没有反省 一个半小时 佛经一个小时 如果真正来修学呢 这个时间是恰到好处 为什么呢 你能够全部消化 所以真正是恰到好处 我那时候跟他们讲 我说如果李老师的时间加一倍 我说我还可以 我还能够越复得了 我说假如他天天讲了 那我就受不了 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我学的一个星期 学的一个半钟点 学的很扎实 换一句话说 对一个半钟点 我决定上台能够讲得下来 不能讲得跟李老师 各分之各的相同 可以能够达到 各分之九十五 所以认真来学习 我觉得一个星期 四个小时是非常恰当 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 图书馆这些同修 如果一个星期 给你讲一个钟点 你就会教苦脸天路 两个钟点 决定受不了 为什么呢 真正要修习 学的一个钟点 你自己上台 复讲要能够讲得下来 这样才算学会 佛门的教学 自古以来 都叫讲小竹 小竹就是复讲 把老师所讲的东西 全部消化了之后 再讲出来 这个叫复讲 所以佛门学东西 从前没有上阔的 没有上阔教训 就是复讲 老师讲经 学成听起 听完之后 叫讲小竹 小竹就是他自己有些 志同道合一起来研究的 那么他再把老师所讲的复讲一遍 那么同学们来听 听完之后 互相来研究讨论 用这种方法 当然 听了之后 没有法子 马上就复讲 总得要用两三天的时间 去准备 那么出学了 一定要写讲稿 就是把老师所讲的东西 用笔记记下来 写成讲稿 讲稿 还要提倡叫口语讲稿 不是写文章 口语讲稿 口语讲稿 一个小时 差不多是一万字 你们想想看 一个星期写一万字的讲稿 那个讲稿至少要改三天 然后拿出来讲 你们想一想看 一个星期能够消化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要写两万字 三个小时就要写三万字 输不了了 所以能够消化一个小时 就算不错了 我们现在在此地 一个星期讲四次 总共六个小时 好在什么 讲两种不同的 你可以选一种学 两种都学 不可能的 决定消化不了 那么这个讲得出来 就是要守 守而根 一定要长期的训练 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学习 学习 如果是老师 读到 主要知道 那是什么 二十岁以前的 这个年轻人 可以 二十岁以上 大人了 那个独处 就不好意思了 至于李老师当年在台中 跟我们讲 他那个时候年龄大了 七十多岁了 他说 三十几岁 我还可以把他当做小孩 教教他 四十岁以上的人 决定不能讲 你粗了也不能讲 那换句话 就不能教了 这人都有面子 怎么好意思再说呢 最好的年龄 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东西 完全靠自己努力 这是我奉劝 诸位同修弟 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 李老师也不常在北岸 我们跟他学 日常生活当中 他也不太管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学 你自己肯学 真能够学到东西 你不肯学 他也勉强不得 又无法勉强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 那么今天我们的环境 跟当年李老师在台中 这个修学环境 绝对不比他常 所以问题呢 就是要自己肯学 这种心晓 自己有警觉心 所以我在台中的时候 我们听老师讲究 除了听老师一个星期 两堂课之外 我们跟老师很少接触 他的事情忙 一个星期就是两次见面 平常很少跟他见面的 资光图书馆 除了星期三奖金之外 他不来 连续也是的 星期五晚上讲古文 除这个时间之外 我们碰不到他 除非特别有事情跟他亲密好 否则的话是找不到他的 那我们自己要认真的时 就要找一些同学 同学要自己去找 所以我在台中 就找了七个同学 由徐显宁 周嘉林 我们每一个星期 聚会一词 聚会在一起干什么呢 复奖 一个礼拜会一次 这样生命如一日 把李老师所讲的经 我们在这个小班 七个人的小班里面 匆匆复奖一遍 我们复奖大概分开来 一个人讲一步 讲完之后 研究讨论 这是我们自己组织 自己学 不是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做法 要自己去找同学 自己要几个同学 如成一个小班 自己来做 这样的学习 才能够学得出来 一切都要自动自发 真正的受到心潮的力量 如果别人就独处 独处是被动的 被动的独处力量没有了 就会解散掉 瓦解掉 所以一定要自动自发 平常认真努力去研究 到聚会的时候 共同来研究讨论 来佛想 那么这个样子 才能够真正成就 尤其是学奖金 不用这个方法 没有第二条路子能成就 一直到现在 几乎这些老一辈的 奖金说法 这些法司大德 统统是这个方法学出来的 都是小作出生 否则的话 那就像经常讲的 虽一善说法 欲破是安 所以这个听众 不时连续都听 很难得理 一个星期偶尔听一次 七天烦恼训息 是一天佛法宣誓不够啊 怎么样也抵不过烦恼啊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好啊 人家六师相识 他那个地方说法 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都不间断 可以不断地重复地 来训续 底下是 细听语文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不断重复训息的意思 这样才能够寻陈信 这个陈信就是佛门离常讲的 众凡凡乘审 我们世间法教学里面所讲的 变化气质 它真的变化了 故念三宝 这个念三宝 前面讲的很清楚 三宝是自信三宝 这个念三宝 就是自信自然流露 这个叫念三宝 简单地讲 自自然然 六根皆出六成境界 俱而不明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不出意丝毫勉强 完全是自然的 这说西方极乐世界 属神啊 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绝对不值一普世函 不值 即使我们这一生 你跟着一个好的相知识 天天听他讲经说法 你要不能往生 来一生又一轮回了 不想说轮到哪去 这一世听了佛法 当中深深深深 闻不得佛法 绝对不值世时的 闻不得佛法了 所以佛常常教给我们的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没有机会 多半这一生修佛的人 一生修佛嘛 心善行善嘛 不往生 都生天修了 天上收音场 再不然到人道 人道一定是大富大贵 前生修的佛修的多 这也当富贵人家了 不学佛了 那个富相完了 又多三我道 三我道里又闻不到佛法 你想想看 到哪一生 哪一世 再能够接着我们佛法 这个叶普世汉 真正意思是在此地 这个也就劝勉我们的 如果想真正得佛法 熏陶 把自己业障断尽 恢复自信 圆满菩提 除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外 没有办法 因为 踏方祝福世界 跟我们缩破世界都差不多 文法的机缘 总是断断续续 它不连贯 唯独西方世界是连贯的 六十相许 这个六十就是我们今天讲 昼夜 用印度人 这个今世 古时候翻译 印度人把夜昼夜了 分作六个时辰 昼三十 月三十 所以它一时 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 所以我们看仁王经 仁王经里面讲二十奖金 你不要以为两个重点奖金 听错了 二十是八小时 八个小时奖金 所以跟修校上扩 没有两样 后面这一段是 集圣心 即是集乏 鸟能说法 仁虎不如 铲齿夜深 金金自罚 顾念三宝 这是阿弥陀佛 变作动鸟来说法 让我们天亮之后 能生惭愧心 鸟都会说法 说得都不好 我们再要许不学 你鸟都不如 所以能够集乏自己的道性 那么即使是用这个机械并性 制造的 我们经里讲制造 化明制造 它这个变化所作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看了之后 也应当要反省 否则的话 我们一个活人 比不上一个机器人 那机器人是我们叫罢名制造的 造一个机器人 一面给他亮个词片 说念佛 他一天到晚 二十小时都不终端 我们两个机器人都不如了 这些确确实实 能叫我们分惭愧心 顾念三宝 底下一段 这是末后一段 趁性而熟了 趁礼 自信真心一体 是佛法生命一体 这个完全从自信上来说 那么怎样是真心一体呢 底下解释说得很好 如上同向所臣 臣是臣说 前面讲的同向三宝 自知为一意真心 更无别体 所以这个三宝是一二三三二一 这真境是一体的 身体本自知觉照 即佛报 真心 本性它自自然然知足觉照的作用 佛这个字就是知的意思 所以做性觉就是做性佛宝 那么什么叫做呢?佛的论言上跟我们讲得非常的详细 就是六根的作用 我们眼能见耳能听 鼻能嗅,食能长 身能粗,义能知 这个六根的作用就是知 能见能闻就是知 所以一切有情众生 它六根统统起作用 所以在佛菩萨眼睛看到 它本来是佛马 它本来是佛马 可是它起作用是没错 它第一个作用是正觉 但是它第二个作用它就拟了 它不能保持它第一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知 见得清清楚楚 明明 marked marked 还没有起分别 还没有动念头 第二个作用它就动了念头 起了分别 执着了,这就没了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 六根解除六成境界 永远保持低音 他六根解除六成境界 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妄想 这就叫佛菩萨 所以华言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 众生所以不能够得到这个佛菩萨的大用 就是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妄想执着是第二念分的 第一念里头没有 那么换句话说 以华言境界来看 本经廉迟大死 处处都是因华言来做我们解释 就是华言境界 第一念里面没有障碍 第二念里面有障碍 障碍从哪来的 障碍从分别执着来的 所以第一念当中的确是四五碍八戒 四五碍里无碍 离四五碍四四五碍 可是到第二念的时候 以后麻烦就多了 障碍也多了 障碍重重啊 那么大家细心体会 怎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训练自己 用够训练 你要会用了 那就是焦光大死了 在乐音注决者 他那个注决者 在乐音正门所提倡的 学诗勇根 近代 云音方式的乐音注讲义 这一本讲义 里面差不多 百分之七十 采用焦光大死 其他的采用别的 这些古代的 这些大德们的说法 云音方式 自己的东西很少 并不懂 这个李老师在台中 讲乐音的时候 私下曾经跟我说过 他近代像云音方式 这样的大德 他从二十五岁 发心开始学乐音 研究乐音 研究一生 他这个讲义 大概是七十四五岁的时候 才出来 一生的修持经历 还超不出古人的范围 那么由这里看出 古大德了 他们修持了精心的功夫 的确是神 论件上 事犯行经 完全讲这道四经 佛在六根里面 只有一根 讲这个信心 建心 就是真心 就是本心 所谓建心 就是佛心 总的名称 成为佛心 分开来称 建心 闻心 这个比喻里的秀心 常心 六根的作用 这个作用 我们简单地讲 都是第一进念的作用 第二念的作用 它起了分别 起了知识 就叫做实了 就叫六实了 所以他说 从见性 变成了眼识 从文性 变成了耳识 怎么变得呢 一个妄念变得 就是一念之差了 凡身就相割了 佛给众生呢 割多少呢 就那么一念 一念就是佛了 再一念就变成凡夫 这真就是一念之差了 所以那念实实在在少 讲得很透彻 那么这是说明的自信者 先替本自信离 即法宝 离什么呢 它这个后手有注解 注意看原因 这也注解 自信本离 离宁言说相 离宁自相 离宁言相 离一切发差别之相也 这个要离了 就叫正知正见 这个就是法宝 大臣其心论上 马明菩萨也是这么说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听经 教给我们文法 要用什么态度去听呢 他老人家的标准就是自信家 离宁言说相 听可不可以听呢 听当然要听 如果一会儿不听的话 那你那个耳根不不起作用呢 那就变成木头变成石头了 你有六根呢 当然确实有作用 这是一定的道理 有体一定要有用 有体无用 这是错误 有体一定要用 所以小成人 他不用了 他入了这个偏真涅槃了 所以佛说他 焦压败重 他不敢用 用了怕生烦恼 所以他不用 不用也错了 凡夫用 用得不恰当 这是错误了 他很怕 不敢用 也错了 所以一定要学菩萨 菩萨六根 在六层境界里面 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但是 他没有分别之处 他确实 利用忍言说相 不要去分别 忍言与忍生 这个天经 听什么东西呢 听他的 毅力 这是用 淫于音声 来传达 这个毅力 淫于音声 是工具 我们不要工具 我们要的是 真正的货物 好像这个车 车给我们送货物来了 我们是要货物 不是要那个工具的 传达了这个心心 心心的时候 是异心 这样一变成什么 变成传而无传 无传而传 佛觉我们你 他用一种善调方便的时候 叫我们破迷 开悟 这个叫说法 我们果然 迷魄了 觉悟了 这叫文化 这真正文化 真正觉悟 如果你要是 执着在言语文字上 你永远不会开悟 为什么呢 你执着在工具上 这个错掉了 第二个是立名字上 佛教里面名词数字很多 你看佛修大字眼上多少条 它都是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指数 如果我讲佛 是个名字 法也是个名字 僧也是个名字 佛教也是个名字 这个倪桃经也是个名字 这通通都是名字 名字 名字也是表发的 传达毅力的 所以 这个会听的人呢 听什么东西呢 听佛力 听教力 这是第一个人 那一听就看 第二个人呢 听什么呢 这个教力他不懂 因为教力如果是听懂了 就是禅宗里面讲 切误 大切大误 一通 一切通 事出事件法 没有一样 不通的 因为它是一个理 所以你要真正听到教力的时候 那就一通 一切通了 这一段就是讲的理 称理 所以我们在很多诸节 没有这么一段段 连词大词 这个俗朝 每一段后面都有称理 这个很难的 这个很多很多诸节 没有这种诸法的 会归自信 或者叫消归自信 都是一样的 归自信 自信是理上的 所以最上等的 它是文教力 切碎的 没有这个程度 那就听教义 教义 也是理 但是这个理 不语 是一部分 比如讲这个 我们讲净土宗 他净土宗这个道理 他知道 其他宗的道理 他不晓得了 事件法这个道理 他也不能完全晓得 那他捏不错 他能通达一部分 这个还是可教 如果连教义都不能够通达了 那听得是吗 就坐在言说下 名字下 听得是吗 听得是吗 写得一大堆 然后他也会扬 扬的时候拿到这个笔记来讲 那离开这个笔记了 就不会扬了 这个样子的学法的时候 他用了许说的功夫 冲击上说 他学了一部经 这一部经他会讲 换一部呢 换一部不会讲 所以诸位也晓得 如果真正能通达教理 他能讲大当经的一部分 与这个教义相通的 他都能够讲 他都能够体会 如果要明了教理的话 那一切就全无障碍 这些都是从前我在台中 李老师教给我的 因为我最初听经写笔记 他把我教的房间 给我讲这个三等 他说你要学哪一等 所以我自己想一想 那个礼上根热不行 我没有办法 但是教义还行 这个中等的还行 所以以后就不写笔记了 我跟他十年没有写笔记 所以我在跟同学们在一起 复讲 经过复讲的时候 我也不用对 我也没对 完全凭自己体会的这个意思 所以他讲经 我全部精神观众听 我要把他听懂 懂了之后 我喜欢这么讲 就这么讲 我拥了 意思我懂得了 甚至我讲的时间 比李老师用的时间还长 为什么 我讲得更详细 李我懂了 他三句讲完 我可以用十句都讲完 那我讲的就详细一点 所以他在台中讲这一部《论言经》 总共用了一百三十一个小时 我当年到台北来讲这部经 就讲了一百七十多个小时 就比他讲得多 第一次讲的时候 第二次讲的时候 两百七十多个小时 一讲又详细 所以说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不要做这个言说像 文字像 心言像 心言像是自己在那里推敲 原作 这是你心的判断 所以佛华了 说实在话 不能营救 以人就是一样低流意识 所以佛华不但是禅宗叫你禅 教下又何常意外人 什么叫禅 心 我们简单的讲 是不落印象 一是不执着 实是不分别 有第六意识是分别 第七识执着 第八识落印象 不用心意识 换一换一换说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落印象 这才叫惨 所以参救跟研究 大大的不相同 那么参救 实实在在呢 就是 那年经上 观世音菩萨所讲的修行方法 入流忘俗 观世音菩萨 他那个方法 从粗乏性一直到无上乎极 通通用这个方法 入流忘俗 就是离世音菩萨 能足双忘 纯粹用了内道的东西 精精明明讲 到精明明 无缘的解控 他是用观照 有观照 功夫深了 就照住 观照是促使了 照住 就得定了 心地就清静 照住 功夫 再往上提升 就照借了 他这个三层功夫 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呢 我们念佛人不是叫 观照 照住 照借 不用这个名词 我们讲功夫成平 四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实在讲呢 跟他的三个境界 完全相同 功夫成平 就是观照 就是观照 四一心不乱呢 就是照住 你得念佛三名 理一心不乱呢 就是照借 跟心经常讲的经界 完全相同 就是金刚经的经界 大臣起先论的经界 论文经的经界 这个三 这个几部经论呢 经界都是相等的 语言叫粗著 别叫粗地菩萨的经界 至少我们要知道 尽可能地 慢慢把它言读 主要知道 这个粒言说相 不是叫你从今天起 敬你 从今天起 不说话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搞大错 这错了 不是从今天起 我也不说话 我也不听您说话了 那你把意思刚错了 三十度佛都喊冤枉了 那叫一文解义 三十佛乐 三十佛都喊冤枉 是叫你心里头 不要追逐 传达这个意思 我意思懂得了 我不做言语 你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佛门就 十十多多 尊致没有了 你和古人 所犯的一经 以这个 梅桃经 梅桃经少了 只有两种翻译 当然两个人翻译 不一样 如果你要做文字下 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两个人一定要斗争 要真实 不做文字下 他意思对了就行了 意思对了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们两个人从美国来 从美国同一个地方来 现在要教你 给我们大家介绍美国的情况 你们两个人讲的言语决定 不会说 每个字都讲得懂的 这不可能的 但是你们讲的时候 意思一定不错 为什么呢 都是轻贱的经典 那么由此可止 所有一切这个翻译 不能说这个翻译的 对于那个翻译的不对 那么就做得下 当然 有的人有的详细一点 有的人有的简单一点 这个是可能的 可是 他的意思 绝点没有出入 这是叫我们心里 不要多想 名词说语决定要用 不用就麻烦了 为什么 制作这么多这些 名词说语 专用说语 唯一要解释 方便气性 所以每一个行业 都有它专门的说明 为了表达方便 这工智是要的 可是你不能止住 心里面实在讲就是妄想 你听到这个言语 看到这个名字 都能打妄想 那个时候错了 底下一句呢 这七星门上面用的 他就更圆满了 立一切法 差别之相也 总是说 总过来说 确实 立开一切分别之主 万法平等 法法皆如 像这个法华经上 给我们讲的舍物诗 天台大俗 把它一展开 引以成为 对戒迁如 对戒迁如 总用起来说 就是这一句 利益一切法 差别之相 一切法 都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就是平等相 亲近相 异相 华言里面讲 一几十多几十一 这个是 素素无奈的境界 这是自性法宝 所以要知道 佛给我们讲 种种差别 就是无差别 为什么呢 体上没有差别 是从无差别里面 设到 许许多多的差别 佛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叫我们了解 自信的 体相作用 不可思议 作为是 无量智慧 万得万难 全都是自信的 对用 叫我们去明白 体会到 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 佛法教学里面 所讲的 善巧方便 这个善巧方便 一定是要 真真 入礼之人 如是欺辱 礼就是性礼 他才会用 用的 用的像佛菩萨 一样的恰当 如果没有 完全用自己 妄想执着 来运用这个佛法了 那真是 我们俗话 说 弄巧成拙了 去结了 经义 不但不能自立地他了 是自害害他 这个佛法 这个佛法就常讲了 魔术 心体本自不二 即森保 森 是活活的意思 不二就活 二就不活了 我们为什么 跟一切人 一切无 活不起来呢 就是 我二 有我 有你 有他 那个界限 画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哪来的界限 根本就没有界限 是我们妄想里面 生一点 一种执着 这个妄想执着 都不是真实的 你们去研究唯实 你看唯实入门 是佛法名门的 这个佛法了 我最近看到一个小车 大陆上正国法俗的 这个 这个 编的一个讲义 佛教的基本知识 他讲得很清楚 很难懂 言语并不多 每一条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比这个古时候近代 这些大德 讲读了为实 容易懂得懂 你看我们台湾的慈航法 它也有这些 这个慈航法的全集里面 大多数都是讲为实的 他这东西讲得太简单 简单 不够清楚 我们读了之后 还是搞不清楚 顶多只能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 名词的含义 很难体会 古人的肚子里面 虽然这个意思讲得很圆满 文字才是 我们不容易看懂 这个正国法俗 编的这个小车子很好 它是对于名乡的解释 以及每一个名乡的含义 他都讲得很清楚 交代得很明白 是一部好书 那么这部书 它整部的书也有相当的分量 那么大陆上来的都是简体字 实在讲 如果能够把它翻成 我们用的这个文字 是坤里出版的 对于是一部很好的佛学常识 非常好的佛学常识 所以这个活活就是三的意思 三还有亲近的意思 这一就亲近了 二就不亲近了 二就擦乱了 故约自归佛 自归佛 自归佛 但令归自 不舍归他 所以这个三归一 叫三敬归 这是中原 要牢牢记住 三归一的语文 是处在华言经 进行品 华言经 进行品与凡行品 都是将戒律 这个年品是专将戒律 那么进行品 是基本的戒律 凡行品 那是菩萨所修的 是有高阶的 这个进行品是促律 所以这个理念 就给我们讲的三四归 古来这些祖师大德 看到这三条经文 非常重要 所以将它定为 早晚的功课 这个早晚课 最简单的功课 什么精度都没有 那就是三四归 由此刻之 这个三四归的重要 那么三四归呢 实在讲 是我们佛法 无论是大臣小臣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它是我们修习 最高点指导原则 关于这佛法 佛法修什么 你要知道你修什么 我们所修的 就是绝正经 我们所学的 也是绝正经 我们所求的 还是绝正经 所以佛教 不迷信 给主说 这正经得到了 世出世间法 一切法里头 你一样一样都得到了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没有一样都得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法 都是自信变现 一切法 都是自信感应 因果 就是很明显的 感应的道理 我们常讲 善因有善苦 恶因有恶苦 自信绝正经 纯善无 那什么样的善苦 会得不到的 通通都可以先前来吧 这才知道 三规矣的重要度 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不管什么方法 什么门禁 我们今天所讲的手段 方法手段 无量无边的方法手段 通通修 绝正经 所以到处处 全都归入这个三规矣 才知道三规矣 所以三规矣 是规矣自信三保 规矣是回头 一是依靠 从尾一辈自信 回过头来 一切顺自信 这叫真正的三规矣 我们讲的亲辈一点 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以自信诀 这个叫规矣 这样说法 我们讲 唐同修 你们听经听久了 没有听 能听得懂 你要给那个 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 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规矣自信诀 什么叫自信诀 这就很难想 所以你知道 什么叫诀 什么叫你 这个定义 也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 经论上告诉我们 这心不动 这心就叫做无明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这心是不动 这心就是定 佛教讲这三规矣 你能够常常保持着 心不动 所以讲 在一切境界里头 我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我在境界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自信诀 我在这个境界里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了 这就不休的就没了 换句话说 我要从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回过头来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才叫鬼佛了 所以这个是要用功夫 是要在境界里练习 练习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练这个东西 实在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赶快念阿弥陀佛 把那个妄想 把那个妄念统练去掉 念阿弥陀佛 这个才叫鬼佛 才叫鬼佛 难呢 实在是不容易 那么鬼佛 罚是自信证 正是正知正经 鬼孙 孙是自信净 清净无然 你要问 什么叫自信证 什么叫自信净 这种还是一四句老话 所以这个三鬼佛 确实就是一二三三个一 一心出来 所以只要离六根 在六成境界上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是自信 这自信 正自信净 所以它是一二三三而已 一体 三种作用 从作用上 三个足度上要观察 它是一体 所以前面 一开头就讲 唯一以真心 更无别体 明白这个道理了 不但在福门里面 没有任何真的 那就是 鬼孙了 世间一切把力 也没有真的 甚至对于妖魔鬼怪 有你真的没有 为什么 一有分别执着 又离了 妖魔鬼怪 是因为它离了 才当妖魔鬼怪 它要觉悟了 它本来是佛 一切种生 本来成佛 是它迷的程度 于潜身 你的钱 是人天 你的身边 是妖魔鬼怪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得的 不分别 不知足 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遮崩 有人来问 我们给它解释 像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讲经理 他讲的时候 有没有分别 有 这是佛 那是菩萨 那是罗汉 那是妖魔鬼怪 那是分别 这种分别是吗 是因为你能分别 我随你的分别而分别 佛菩萨本身也没有分别 本身没有分别 他本身如果有分别 他是凡夫 他跟我们一样 所以叫做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说随你们而说 无说 他心里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 他哪里说 他实实在在 没有说 所以从他自己本身上来讲 他们也说 对我们来讲 他说了很多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说了 四十九年 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个余会 说了那么多 如果就释迦牟尼佛 本身来说 他四十九年 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丁刚宁还说 谁要说佛 说法了 要帮佛 这个话 对入礼的人说 是对的 未入礼 他不懂 明明说了四十九年 说这么多 怎么说 没说 所以凡夫做相 做相 有做了言说相 做了名字相 做了经元相 释迦牟尼佛 说了那么一大堆 说了四十九年 如果你立言说相 立明字相 立心元相 释迦牟尼佛 一句话也没说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 这个佛法 不管是哪个法门 通通通会归到自信三方 自信三方 是一切法门的总方向 一切法门的总归属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念三宝 还要念三宝 道理 穷殿之地 不要把三宝意思 看清了 不要把三宝看清了 我们说老实话 今天就是 轻失了三宝 所以我们虽然 怎么样用功去修学 都不相误 与自信三宝 不相误 这样的功夫不能得理 如果与自信三宝 有个几分相应 功夫就得理了 就算不容 这个得理 就是我们佛能讲的正果 你从初行为 二行为 三行为 逐渐就往上起 修正 与自信三宝不相应 学得再多 讲得再好 天花乱追 没有人 都在门外 语言叫 粗行为 都不够这 这才晓得 与自信三宝相应的 重要性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 这个三规计 纪约不是归他 不持三宝 功德很大 因为没有不持三宝 佛法就灭掉 我们永远得不到 觉悟的机会 所以 中午吃三宝 他最大的功德 就是启发了我们 我们见到活像 就想到自信局 见到经书 就想到自信正 看到出家人 就想到自信金 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 再次提 这个功德很大 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如果没有住 这个住持三宝 纵然晓得了 也会忘掉 没人提醒了 所以这个住持三宝 功德就很大了 我们应当尊重他 念念还归自信 事命真念三宝 这一句 连词大使 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要念念 还归自信 就是念念还归 入心三宝 那么我再说得白一点 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 就是念念 另一切分别执着妄想 这就会归到自信了 如果念念还执着 言说相 名字相 心言相 那就又远离三宝 没有归三宝 语言离三宝 好 我们今天也讲过这一段 能够体会被判 不必然 你只能够体会 抗 battle 不可 病人 没回到 对 火 火 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